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分享过一些案例 得到批准的 有的是直接批准的 有的是RFE以后批准的 在这里我们讲的都是最新的这些案例的情况 有来自NSC的 大部分是在TSC的 有PP的 也有没有加速审理的 我们在这里有7个新的案例 给大家来具体分析一下 另外我们会讲到除了申请人的背景以外 在回复RFE的时候 我们收集了什么样的材料 帮助申请得到了批准 第一位申请人 他是在中国拿到的博士学位 然后在美国的一个大学做博士后 做的是化学和医药相关的研究 他有十几篇论文 有一百多次引用 然后有一些神梗 那么在RFE对于这一位以及所有的申请人 一般要求的都是说 你要提供更多的证据 证明你在本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就 相应的根据两步法 还要讲到说申请人在本领域处于顶尖的位置 回复的时候也就集中在申请人的科研经历对本领域的贡献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不同的申请人可以应用不同的策略 强调他们的亮点 他们的长处 对于这一位申请人 他做的是医药相关的化学 所以他的背景可以有更多可以解释的 可以被一般人 非专业人士来理解 我们强调了他的工作的应用 比如说他做了一个关于酶的抑制剂 可以用作癌症的治疗 有一些临床相关的实验 另外他的工作和新药的发现也有密切的关系 这位申请人还做了一些天然产物的全合成 这个也是和药物的应用有关 他发现和发展的一些科研的methods 被其他的科研人员应用 有一些国际的声誉得到了广泛的引用 我们使用了大量的例子 列举出了一些应用申请人工作的这些科研文章 然后我们也和来自移民局上诉办公室 AAO的一些批准的案例做了对比 那么在回复IFE以后 这个申请原来是2018年11月交的 用了加速审理 在回复以后在TSA2019年1月得到了批准 下一个案例 这个申请是在2018年9月交到TSA的 也用了加速审理PP 然后在2019年1月得到了批准 那么这位申请人 他是在美国拿到的博士学位 然后现在是在一家公司做高分子相关的科研 他有十来篇文章 有几百次引用一些审稿 那么这位申请人他的工作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 所以我们讲到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机理 用来解释目前关于高分子化合物的结构和性质 相应的根据他的机理 那么有可能能够发现应用更多的新的高分子材料 那么这位申请人他的文章被很多著名学者引用 还有著名的院校工作的教授引用 还有被一些知名的期刊来自很多国家引用 证据往往是同一个 但是我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描述 这样我们就更有说服力 一鸡几吃 同一个证据 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来反复应用 强调申请人的贡献 下一位申请人他做的是更理论化一些的研究 包括对金星 木星 天王星 土星上面的大气等等的研究 这是最近的一位客户 大家可能记得我们以前有一位做土星磁场研究的客户 已经批准拿到绿卡了 这一位也是一位天文学家 那他的工作相对前面医药来说 就不太容易被一般人理解 那么我们在回复关于他做的贡献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在描述讲到为什么这位申请人贡献特别巨大 特别突出 我们就没有集中在讲申请人具体做了哪些 因为坦率的说 申请人的工作恐怕一般人很难理解 那么这样有的时候对他的工作到底重要 突出在什么地方 有的时候也就不那么容易来描述 那么我们是通过另外间接的方法 是说有其他人对申请人工作的评价反应 表达申请人工作的重要性 比如说有的院士高度评价了申请人的工作 我们引用了这样的评价的例子 还有申请人的工作在一些专业媒体上得到了报道 有一些广泛的评论 还有一些引用 像这样我们在回复以后 也取得了EBYA的批准 接下来呢 下一位申请人呢 做的他倒是生物类的研究 在博士毕业以后呢 在一家公司工作 但是呢 他做的也是理论研究 所以呢 我们没有特别的讲到说 这个工作能够解决什么样的实际问题 什么样的应用方面的意义 那我们强调呢 讲的还是对本领域的影响 那么以及对申请人身份的认可 比如说呢 他是一些期刊的编辑部的成员 还是有的专业科研会议的召集人 然后他的工作呢 经过搜索 评比 比较 在本领域呢 排名比较靠前 所以我们在回复的时候呢 强调了这方面的证据 在回复以后呢 得到了批准 这位申请人呢 他有十篇文章 一百多次 不到两百次的引用 他的申请呢 是在提交过后呢 用了加速审理 然后也是在今年初得到的批准 下一位申请人呢 来自印度 他在欧洲取得了博士学位 然后呢 在美国做的博士后 他有七篇文章 有一百次出头的引用 然后呢 有比较少的 不到十次的审稿 他做的呢 是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科研 以及神经科学方面的科研 那么像我们看到呢 他在绝对数字上 并不占优势 数字比较少 那么这位申请人呢 相对来说 有比较多年的经验 那么我们强调了 他做的科研 这个背景的复杂 重要性 比如说呢 他发现了一些 和老年痴呆等等 神经退行性疾病 有关的机理 他的工作呢 虽然引用总数不多 但是呢 有被一些综述文章引用 被有的书籍引用 还有呢 较多的百分比例的引用呢 来自第一作者的文章 还有比较多的独立引用 这些呢 都帮助申请人 在回复以后得到了批准 另外呢 这位申请人 换工作比较多 在科研领域 有的时候 因为基金支持等等原因 有的时候呢 实验是没有钱 申请人必须被迫要换工作 在这样情况下呢 我们请他提供了一个研究计划 帮助讲到 他计划继续在本领域 在美国工作 那么这个呢 也对于申请 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下一位呢 这个申请呢 是在NSE提交的 是2018年1月提交的 没有用PP 然后呢 在回复了IFE以后呢 在2019年1月得到了批准 那我们知道呢 现在EB1申请有排期 所以虽然前后经过了一年时间 但是呢 并没有耽误申请人的事情 现在呢 提交485的这个排期 还没有到 这位申请人呢 有十几篇文章 有200多次引用 有一些审稿 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呢 在加州的一个实验室 做博士后 做的呢 也是和免疫等等 相关的生命科学的研究 这位申请人 其他的数字呢 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我们强调了几点 包括他的申请呢 得到了基金的支持 有类似货假 这样的承认 发表在相对比较好的期刊上 然后呢 他的引用 数字呢 一直在持续的增长 还有呢 就其他人的后续工作 证明了申请人 开创性的研究 申请人呢 是第一个 发现了某些现象 机理 然后相应的呢 有专业媒体报道 另外呢 后来还有其他的 科研工作者 做这方面的工作 这些呢 都是给申请人 加分的项目 讲到了 证明了 他的工作的独创性 对本领域的特殊的贡献 接下来呢 第七位呢 这位申请人呢 他是物理专业的 然后做的呢 也是对一般人来说 并不那么容易理解的 这个工作 现在呢 在美国的一所学校 担任faculty教授的职位 他呢 这个审稿次数比较少 只有六次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审稿啊 并不认得要那么多 但他有几百次引用 那么在回复rfe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和其他领域的引用 做了对比 突出呢 在物理专业 这有几百次引用呢 已经是相当出色的了 另外呢 他有的一些单篇的文章 被引用的次数多 被引用的数字 在和其他的文章相比呢 拍名比较高啊 证明他的文章 他的工作得到了重视 他呢 算是相对来开创的 有一个小的研究方向 后来呢 还有其他学者 在这个领域有后续的文章 引用了他的开创性的工作 帮助证明了 他的工作对本领域 重要的影响 然后他的工作呢 得到了一些名校的教授 引用 相应的证明了 申请人工作的地位 得到了承认 他的意义 那么以上呢 是一些在回复 补充材料的通知以后 得到批准的 我们还有更多的申请呢 是直接得到批准的 但在这里呢 我们专门选出一些 在要求补充材料以后 我们是怎样收集材料 强调重点 回复 得到了移民局的批准的 对于其他的申请人 包括我们的一些观众 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呢 可以作为参考 对于绝大多数 EB1A杰出人才类别的申请 这个RFE呢 往往是集中在 对本领域的贡献 这一条上面的 对于学者来说 那你需要证明 你的这个工作 怎样就特别突出了 对本领域的贡献 怎样和其他人不一样 组织材料 来让移民局承认 说你的工作 到本领域的顶尖位置 我们知道呢 那移民局 它这个批准 有一个百分率 百分比 它不可能所有的申请都批 也不可能所有的都不批 那也就看呢 你工作的基础上 你怎样来表达 展示这个工作 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我们希望一开始呢 就做好 并且呢 申请顺利得到批准 但是有的时候呢 和移民官处理的方式 和提交申请的时间 环境也都有关 有的时候申请人会收到 补充材料的通知要求 在这样的时候呢 我可以冷静地分析一下 到底移民局有针对性的 要求补充什么样的材料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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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